上星期 这个 好几段 犯爱中的好几段 还没讲完 好,请安静 好,各位,我们上课了 请不要讲话了 人有短,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那么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 人物志 人物志就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 对于别人的 这个 过去的缺点 短处 是非 那么 人家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人家现在正在努力地过新的生活 无论如何不要去接人家的窗疤 因为这会让人家怀恨在心的 所以呢 平常没事 谈论别人的隐私 也是一件会让自己 失德 或甚至是受到伤害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上 一定要了解的 一个 为人处事的很基本的原则 不要贪图一时口快 贪图一时这个兴奋 一些不该说的话 就脱口而出 伤了别人 其实呢也伤了自己 好 事想 我们来讨论一下 有哪一个人会愿意自己能力的弱点 及过去的窗疤被别人公开讨论呢 没有 刚才同学的作业里面也有谈到这一点 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这样被人家谈 所以无论如何就不要去谈 但是有时候修行者会 这个 公开的接入自己的缺点 进行一个忏悔 或者是对于别人指责自己的缺点 这个欣然接受 那是他的修行的这个格局 如果不是修行者 不是圣人 没有任何人愿意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谈论别人的短处隐私的人 他的心态是什么 这种行为呢 会不会被别人憎恨 那么这种心态就落井下石 看到别人不好就让他更不好 心肠不厚道 凡事人皆需爱 没有一个厚道的心 去关爱周围的朋友 这样子 这样的行为是会被憎恨的 这样的人好胜性过多 想要赢过别人 想要赢过别人呢 就靠自己的努力用实力来赢过别人 而不是用去落井下石 说别人的坏话 重伤别人的方式 他不以实力追求 而以伤人为用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好 别人的恶不要说 那别人的好处呢 优点呢 好事呢 有机会表扬的时候 我们要主动公开的来说 道人善即是善 人知之欲思免 我们把别人的好事说出来 就表示我们肯定赞美 这件好事 我们去赞美好事 就是让更多的人 愿意去做好事 所以说别人的善行的行为 本身就是一个善行 别人听到了以后呢 知道这样的事情 获得社会的公益 公众的这个赞誉 那么他会更加的愿意做这样的好的事情 比如说大家互相劝善 或大家互相勉励用功读书 大家互相邀约去做社会服务 做志工 或大家互相鼓励 我们一定要把系学会的这个活动办好 把公家的这个业务做好 这是互相劝善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当然会让社会进步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揚善的行为目的何在 就是公然标榜 硬为典范 大家应该来效法 来肯定 来学习 不要让恶的事情被直入为马 被击飞成事 把不对的事情呢 一直说一直渲染 好像是这个对的事情 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对的事情 我们也要积极的去说 那么建立社会的这个公义的标准 那么成为大家追求的典范 好 被赞扬的人 心中有什么感受呢 当然是非常高兴 获得正道的肯定 但是放在心中高兴就好了 不要兴奋过度 甚至高傲无礼 如果会兴奋过度高傲无礼 就表示我根本就是在期待这个赞美 而不是那个行为的目的的本身 而是这个行为附带的这个效益 所以我也可以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利 而去做这件会被公开赞美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行为就不美了 这个格局就掉下去了 所以呢就高兴放在心里面 这本来就是对的事情 本来就是该做的事情 本来就是我该做 也是别人好人都会做的事情 平常心对待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道人善跟逢迎拍马 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那么好 你一定要说它好 或这不是一个赞美它的场合 你偏偏要拼命的去赞美对方 任何场合都在说这个人的好话 那你肯定是在逢迎拍马 会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这个被你拍马屁的人 他本身格局也不是很高 也是这个利益相交的朋友 那么会让你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 可是你在更大多数的 广大的群众的面前 你的朋友面前 认识你的亲人 亲戚同事 朋友面前呢 知道你的行为的意义何在 所以你的形象就损失了 所以这个总是去取悦 长官 总是去这个 对别人说好话拍马屁的人呢 在大家的眼中 其实你的形象已经被扣分了 被扣得很严重 而且呢 别人一定明白你的动机 那么至于他会怎么做 怎么跟你互动 以后怎么跟你相处 就决定你这个人本身的格局 他如果也是一个唯利仕途的人 利益取向的人 会损人利己的人 或会不顾社会的公益 只关心我们这一群人的 私下的好处的人的话 他就会跟你结合在一起 于是你们可能形成一个小的团体 互相吹捧 互相输送利益 损失的是社会大众的利益 整个社团的福利 整个班级的公众的利益 那这个就 境界就往下掉了 所以呢 我们要努力说别人好话 好的事情要去强调 但绝对不是缝影拍马 这个差距是盛大的 好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不是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 说人家的隐私 而是公然地指责别人 现在正在做的错误的事情 这样子 洋人恶即是恶 即之甚或且做 好 那么这句话的背景是说 这个为了我们自己打击对方的利益 那么对于对方所犯的过错 我们用力的去宣扬 让对方丧失在跟我们竞争时候的至高点 所以这样的一种洋人恶 差不多是吹毛求辞 差不多是刻意的找别人麻烦 不一定别人真的犯了什么 错 总之你就找到对方的弱点 给予致命的一级 让他丧失跟你竞争的条件 那这种为了自己的私利 跟别人斗争 而洋人恶的行为 那本身就是一个恶行 也许别人是有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但甚至搞不好还不及你洋人恶的 这个行为的恶意那么重 所以这种行为本身是这个恶行 而且你洋人恶 洋人的用力 别人对你更加的怨恨 仇恨会很深 刚才不是有同学问说 对于恨自己的人该怎么处理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洋人恶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别人打击下去 找别人的麻烦 吹毛求辞 就是这种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呢 这个跟主持正义 在开会的场合 这个讲正确的资讯 揭露别人不实的报道 错误的资讯 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意思 主持正义 跟洋人恶 刻意说别人坏话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分辨的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课上到这里 好几次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提醒 分辨的关键在哪里 分辨的关键在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 而伤害这个人 还是你为了更多人的公义 而指责这个人的缺点 那当然话人都会说 但你真正用心在哪里 就是决定这件事情 是这个私下斗争 还是为了公义 正义而指责别人 这就可以分辨的清楚 不过请注意 你周围的人不见得分辨的很清楚 人们看事情 也多半会站在私利的立场上 看一件是否公义的行为 所以结果说到底做到底 常常是道德的事情 价值坚持的事情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自己要坚定 自己要去努力 好 这个讨论 洋人恶是什么情境下的行为 为什么本身也是恶 这是我刚刚所做的说明 是为了跟别人做利益争斗的时候 藉由洋人之恶压制对方 使自己得利 所以这种行为呢 只是一种 为达自己得利的目的 的一种手段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恶的 至于为了公众利益而揭发恶行 这个就不是为恶 这个时候揭发别人的恶行 我们本身可能会惹祸上身呢 那么我们要不要为了避免灾难 就不去揭发呢 好了 这个是一个伦理的冲突的情境的议题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同学 好好努力 培养实力 早做准备 你总有机会呢 为了社会的公益呢 挺身而出 对抗邪恶 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足够的实力 实力 一方面 专业的知识能力 二方面 你有非常多 非常相信你 信任你的朋友 会一起挺身而出 至于这些朋友从哪来呢 下课以后 不要就在那边打电动玩具 玩乐 浪费时间去参加社团活动 学一些东西 交一些朋友 办一些活动 周末的时候呢 如果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没有什么需要你照顾的话呢 就到附近的中小学 或者是老人院 孤儿院 去陪陪那些朋友 做一些这些事情 找一些志同道合 同样有爱心的同学 一块去做这些事情 培养你做事情的能力 以及建立你自己信任的朋友群 哪一天你为公益挺身而出的时候 人家是完全知道你是为了公益的 也会挺身而出 支持你 就不会被恶人集团打压 恶人绝对很快形成集团 因为利益输送的关系 言不及议 然后呢 好行小会 恶人小人最喜欢好行小会 利益绑在一起 绝对会来打击你的公益的行为 你要是没有朋友 平常不懂得为人处事 知道 平常没有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没有挺身相挺的朋友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是孤家寡人一人 你是挡不住的 所以呢 要建立实力 追求正义 要有实力 从你现在 开始累积实力 周有一天 你会为了社会的公益挺身而出 不要担心受到伤害 而不敢出头 那表示我们实力不够 真的实力不够的时候 你可以不出头 但我们不能永远不出头 否则这个社会 就是向下沉沦的社会 好 不管做任何事情 对于恶人的反击 是否应该小心应对 当然是要谨慎 要小心应对 但是也必须知道 这是必须面对的后果 必须承担的责任 所以也不要畏惧这样子 那么坦然处之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不要用心机 不要耍手段 不要用恶的方式 对付恶人 我们只是公开的解恶 我们只是坚持正义 但是不要用耍心机 耍手段的方式 对付恶人 那这样我们跟恶人也是一样的 这样仇恨会纠缠下去 永远无解 好 如果我们互相劝善的话 善相劝得皆见 过不归道两亏 这个互相劝善 那么你也做好 我也做好 你也学习进步 我也学习成长 这样子对大家都好 看见别人为恶 你也不去劝他 就让他一路这个堕落下去 对方你的好朋友也堕落了 而你呢 也没有尽到朋友该尽的原则 朋友呢 知道在什么地方 当然不是酒肉朋友 而是真正的好朋友 就要这个适时的 拉对方一把 不要让对方继续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下去 好 规券朋友的恶事应该如何进行 才不会让对方恼羞成怒 而伤害友情呢 当然就是要委婉一些 间接一些 口气好一些 不过如果对方一意孤行的话 那么朋友之情呢 这个你也需要开考虑 那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值得交往下去 当然每一个人你都应该爱 可是呢 有一些朋友 你在这个学习成长的阶段 你跟他相处 对于你自己的成长跟进步 会非常有帮助 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个能力 来规劝这个朋友 但是呢 我如果继续花时间跟他相处 只会把我拖垮下去 所以我也只好跟他 渐行渐远 人生呢 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爱 也应该奸相爱 可是呢 总是有场景 场合 情境 环境 关系 处境 这些综合的考量之后 我们应该选择此时此刻 我们应该跟谁一起待在图书馆 我们应该跟谁一起办社团的活动 而不是还是跟谁一起在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事情的话 是不是应该接受规劝 要有这种接受规劝的度量 是的 否则呢 我们旁边不会有正直的朋友 那么 我们不愿意被人家劝善 说我们的不对 就恼羞成怒 就生气 那么 朋友当然就不愿意再来跟我们劝善了 那么我就第三个问题就是 教大家一个方法 之前也讲过 如果你有不当的欲望 想要一意孤行 又怕别人来指责你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直处在生气的状态 大事生气 小事生气 没事生气 有事生气 什么事都生气 当你正在生气的时候 不会有人来跟你规劝 你就逃避掉了别人的规劝 因为别人很害怕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不小心又被你扫到台风尾 你也把我给一起骂下去了 不顾亲朋好友 不管是谁 如果有人来跟你讲什么 你都会顺便骂下去 所以别人都怕你了 不敢骂你了 所以你就避免掉了被指责 被规劝 就可以继续干那件不对的事情 只是这样的结果 你会变得很丑 很难看 用这种方式来逃避 规劝 这就是一个唯恶的行为 我不是要教大家用这个方式 我只是告诉大家 人性上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来继续堕落下去 其结果呢 就是你会变得一个很难看的脸 这个脸很猙獰 很讨厌 犧牲了自己的相貌 会变成丑八怪 另外一个情况 这个跟别人一起合作 那么财务的分配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跟朋友互动 凡取与贵分小 与一多 取 以少 一起合作 多少钱是你的 多少钱是我的 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 参加社团活动 收班费 收社团共同的经费 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 那活动结束之后 多少钱该还这位同学 多少钱该还那位同学 要算得清清楚楚 雨一多 取以少 有些地方算得不是很容易清楚 要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标准的时候呢 给人家的多一些 自己拿的少一些 这是有度量的人 有能力的人做事情的方式 好像是李嘉诚吧 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好像说他就是对同行 大家在这个物价上面的一个往来 人家帮你做事嘛 那你赚大钱这样 那你分给人家的呢 你都进了用比较好的价格 给你合作的厂商 于是乎跟你合作的厂商 就用最好的品质的东西给你 因为希望能够永远保持你这个良好的客户 结果使得你事业越做越大 你就赚了更多 虽然你单见业务赚的钱比较少 让别人获得比较多 可是你获得一个长久的信任的朋友 因此你的量更大 所以实际上最后你赚的还是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商场上的应对的原则 在一般人际关系上也应该如此 不是你为了赚更多的钱 而是因为你有一颗爱心 别人可能比较需要 多给他一些 没有关系 算要算得清清楚楚 不要自己多拿 宁可少拿 但是算一定要算得清楚 结果变成自己多拿别人少拿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能力 我们继续在努力工作 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收入的来源 所以可以多给人一些 这证明了你的实力 你的能力 你的度量 以及你的爱心 你的胸襟 给人家的要多 自己拿的要少 好 谁都想拿多给少 那么道理上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因为你有善意 就这么简单 请注意 你还有能力 你少拿一点没有关系 你之后更多的努力 你会得回更多 从别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呢 背后呢 是因为你非常的努力 你就可以给的多 拿的少 有度量的人 都是给的多 拿的少 各位呢 你现在二十岁了 二十岁了 已经可以给这个社会一些东西 给别人一些东西 给比你年纪轻的人一些东西 甚至你更有智慧 把人性看得比较透的话 比你年长的人 他有一些弱点 你也可以多给他一些东西 不一定是金钱 可能是一些赞美 一些尊敬 多给他一些东西 这样子 好 让别人满意而自己吃点亏 是否就是度量 修养 德性福报 与能力和格局 我的意思就是以上皆是 因为你很努力 所以你很有能力 所以你会得到更多 所以眼前这一场交易 别人多拿一些 没有关系 这就是你的度量 这是你为社会的服务 这就是你的德性 我们要这样子看事情 这样子想事情 好 我们一般在决定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新的这个做法的时候呢 江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及素以 这是孔子讲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简单的一个黄金的铁律 要对别人做的事情 是不是应当做 那么先问问自己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 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分配的原则 安排的原则 如果别人这样对我 我愿不愿意 如果我觉得这样很好 很乐意的话呢 那么别人也就不会不愿意 就很乐意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落实 这个分配的原则 这个做法 那如果不是 我们自己不愿意 别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却要这样子对待别人 也就是强加于别人 这是什么心态呢 这是一种无理的心态 欺负别人的心态 傲慢的心态 这是个粗人 各位同学 欺负别人的人 是个没有格局的人 欺负别人的人 是个粗鲁的人 一个文明的人 无论如何 任何场合 不要欺负别人 不要强加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将家人先问己 这是一个最简单 人际关系 互动的铁律 一个成熟的人 懂事的人 有能力的人 就是来爱护别人 帮助别人的 而不是来限制别人 来要求别人 来压迫别人 压榨别人的 好 这样的一种原则呢 是不是公式比较多 私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同样这个原则呢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一种相处的方式 这个通常是公式上 比较多 一个公共政策的 分配的原则 江家人先问己 但是你不要反过来说 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读到博士学位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我 读到博士学位 讲这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私人之间呢 其实这个逻辑呢 还要看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父母亲就是爱护你 希望你比他更强 这个绝对不是说 他没有做到 他就不能够要求你 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要混淆 好 这个 好像有同学之前也讨论到 这个报恩的问题 恩欲报怨欲忘 抱怨短 抱恩长 这个原则很深刻 别人有恩于我 应该要好好地报答 宁可多报 对别人的仇怨呢 应该尽早忘掉 奋恨之心越少越好 好像有同学的作语 已经写到这里来了 好 为何会有有恩不报的行为 我就反省了这个问题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自己呢 还没有能力 所以呢 没有办法报恩 那别人关系以后有能力的时候 你在报恩 但你要对别人心存感激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 怀抱着敬意 那就是一个感恩的态度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别人给你恩惠 你却不想回报 那就是 别人本来就是利用这个给予 而向你索讨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帮助别人 可是却 从换一个角度 要跟别人索讨一些回报 要叫别人尊敬我们 要叫别人听我们的话 要叫别人呢 去为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 而我们很不愿意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 有恩于我们呢 其实也不是一种有恩 好 我们就要看清楚 那我们可以比例原则 对于对方 对我们的恩呢 我们适度的回报就好 其他呢 是非 黑白 还是要讲清楚 不对的事情 就不需要做 为难我们的事情 也未必需要去做 所以呢 恩 这个恩 就是没有条件的给予 才叫做恩 有条件的给予 根本就是一个交易 所以呢 这个 我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批判 做了 却所求回报 或帮助别人后呢 却公然张扬 这种情况不是有恩于人 这种情况就是乞丐在做生意 所以本来就是怀抱着利益之心 来帮助别人的 那这样子呢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们要分辨的清楚 更重要的是 各位同学 我们自己在给别人帮助的时候 我们怀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态 本来就是你有能力 人本来就是要服务社会 人生的意义就在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所以帮助别人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无论如何 不要利用自己对别人的帮助 而所求回报 这种行为呢 好 这个跟勒索是没有两样的 这种行为呢 就是强加于别人 是个粗鲁的行为 千万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那么 我们帮助了别人 不所求回报 在别人心里头永远感谢 帮助别人却所求回报 别人心里头 只是会埋怨我们 会怨恨我们 我们不只所求回报 还公然的宣扬 对方就是因为我的帮助 而有了今天 讲这种话 的话呢 对方就开始仇恨我们 我们成了对方的仇人 这样你明白吗 你因为帮助别人 而被别人当作仇人 为什么 因为你所求回报 你还公然说 这个人就是因为你的帮助 而有了今天 你根本就是利用这个人的弱点 或这个人的成长 来成就你自己要追求的虚荣 要追求的利益 你根本就是一个强盗 或者你根本就是一个恶人 恶行 这样别人怎么会感谢你呢 当然是来伤害你 如果你死了到了阎王爷那里 说这个好心没有好报 好心却遭到恶报 那阎王爷就说 是你自己不对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 千万不要所求回报 你没有能力 那你无需强迫自己帮助别人 有能力举手之劳 人活着本来就是要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好 多多畏工不要畏私 好下面一个原则 这个作为一个机关 一个单位的主管 那么总有一些我们的部署 或者是 这个学长有很多的学弟妹 这个社长有很多的社员干部 在对待我们的干部跟部署的时候呢 代卑仆升贵端 虽贵端 此而宽 我们对待属下 自己的举止要端正以为典范 但是呢 态度呢 要慈爱而且宽和 就是我们的做事要规规矩矩 我们要求部署也是要规规矩矩 要有一个规范在那个地方 可是那是指得公事的部分 至于人与人之间私下的相处 要有一颗慈爱的心 在这个人物制里面 也有强调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叫做尊敬的敬 一个原则叫做爱护的爱 长官对部下呢 有敬 就是有阶级 有管理 那么部下呢 才会守规矩 才会形成一个有用的战斗团队 但是长官对部下 如果没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部下呢 对长官就没有一种爱意 这种爱意呢 就是在僵场上 能够为你效命僵场的 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能够花更多的力气 来为你把事情完成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道义之交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是一个成长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为一起为社会服务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可以一起为社会的进步 而牺牲自己利益的团体 这是我们之间紧密的感情 紧密的爱 所以长官对部署呢 在公式上要有明确的规范 但是在私下的人际关系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部署 当做自己的朋友 当做自己的亲人 好好的相处 尊敬别人 讲话要有礼貌 不要把别人呢 就当部下 大声的这个喝斥 那是非常粗鲁的行为 这种粗鲁的行为呢 得到别人的爱戴 在公式上呢 就马马虎虎配合一下而已 损失的更大 这也不是做领导者该有的风范 好 如果自己态度不专正 结果呢 属下对自己的态度呢 也一样会轻浮 交办的事情也打折 你自己都对公家的事情不认真 那我做你的部下 我也不会太认真 你认真的事情是你私人的利益 那我就讨好你 拍你的马屁 取巧这样子 让你获得更多私人的利益 然后呢 公家的事情就随便过去了 所以你随便部署也跟着随便 公家的事情就是不能够随便 好 如果态度过于严厉 而且管教又不合理的话 属下是不是就会离开 而不做了 那也许会也许不会 因为他可能需要这份工作 不会离开 可是如果呢 这个他想要成长 他想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 成长的话 那种不合理的管教 他也就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损失了一个好的干部 对主管丧失敬意 结果吃亏的呢 还是我们自己 好 这个 侍服人 心不然 礼服人 这个方无言 在跟别人互动 谈事情 谈判的时候 意见不相同 强人屈服 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因为你地位比较高 你声音比较大 你掌握的资源比较多 而不是这件事情的道理 应该这样做 因此你的意见 会形成政策 不是的 不是因为它更有道理 而是你用比较粗鲁的 粗暴的方式 这样再跟别人沟通 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 应该要 这件事情在道理上 是这样做的 至于别人呢 如果他是一个正当的人 正常的人 正义的人 正道的人 他就心服口服了 那么就算呢 他想要走偏锋 至少 他是心服的 他可能嘴巴上还是不让你 因为他有私人的利益 可是他心里知道 你讲的是对的 所以最重要 在跟别人讨论 共同做决策 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呢 重点是 自己的意见 要是合理的 是对的 可是各位同学 如何获得合理的意见呢 还是一样 你要有实力 什么样的实力呢 知识的实力 所以你在专业上 要做得最好 因此在谈政策的时候 因为你的专业知识的足够 你给出最好的政策的建议 你讲的就是有道理的 而不是用粗暴的方式 用人多的方式 或者是用你的这个阶级中的地位 来压制别人 要别人屈服 如果是不可理的事情 你用威势强要别人屈服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这就是流氓的情境 关心你的人 爱护你的人 看到你用这种方式来做事 它是很伤心的 对你的行为呢 是很伤心的 真正关心你 爱护你的 看到你用这种粗暴流氓的行径 来做事呢 它是很伤心的 将来呢 你呢 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其实别人也会同样 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那么当你忍受别人的粗暴的时候 你自己是很痛苦的 这个老子有讲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轻而欲知 其次未知 其次伍之 最好的领导者 最高的境界就是 帮助别人不所求回报 所以别人不需要去感谢他 最高级境界的领导者 其次轻而欲知 你帮助别人 你做好的典范 别人呢 感谢你 爱戴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 儒家追求这样的一个境界 但是法家呢 就不是了 这个利用威势 让别人害怕 不得已而就范 所以其次未知 所以你的部下是害怕你 你的部下害怕你 因此接受你的命令 接受你的指挥 但是哪一天 等到你视力衰弱的时候 他也用同样粗暴的方式 对待你了 那时候我们自己 就很难以忍受了 粗暴的这种东西 像细菌一样是会传染的 你周围如果有人用粗暴的方式 你就尽量避开 你不避开 你忍着听着 久了以后 其实你自己也会非常的粗暴 所以哪天你弱了 对方就用粗暴的方式来 对待你了 那你就非常的痛苦 好 道理上本来就不对 为什么还要人家屈服呢 因为你过去使用这种 这个暴力威胁的方式呢 每一次都成功 当然会成功啊 人跟人讲话不听就算了 老虎跟人讲话 人能不听吗 不听呢就被老虎吃掉了 这样子 所以人一定会听老虎的话 但你是一个野兽 所以不要用粗暴的方式 过去得逞 食髓之位 之后 还要继续用这种方式 就你就越来越粗暴了 你越来越不文明 这样子 欲望过强 丧失理智 对生命的意义没有做正确的反思 我们在这里上 东方人生哲学的课程 藉由古代的哲学家 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 儒家有人生意义的说明 道教有人生意义的说明 佛教有人生意义的说明 都告诉世界的真相 以及人生的意义 总而言之 人生就是不应该拿来欺负别人的 所以不要用威势来压榨别人 这是非常粗鲁的行为 将来人家会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你 人生就是应该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美好 或者自己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也可以 但是不要用粗暴的方式 来压制别人 那是流氓的行径 好 前面是锦儿性犯爱重 然后是儿亲人 所以这一章讲亲人 亲人就是普遍无私的 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呢 给予一个关爱 同是人类不齐 流淑众 忍者稀 虽然如此 每一个人呢 有各种不一样的情况 大家程度都各不相同 然而呢 绝大多数的人呢 是这个活在世俗的世界里面 追求或者是屈服于世俗的价值 只有极少数的人不屈服于世俗的价值 而是追求道德 追求正义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好 各位呢 什么是世俗的价值 世俗的价值就是追求金钱 追求权利 追求富贵 追求虚荣 世俗的价值通常就是这些东西 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甚至 请注意真正重点在 损人利己 见不得人好 这就是世俗通常的情况 人们通常都这样子 那么 但是 这个弟子规或者是儒家的思想 告诉我们 那不是生命的意义 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方向 人生的方向应该在为社会服务 好 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几个问题 人类有没有共同的本性 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是有的 但那指的是 共同的善性的这一部分 那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人 每个人都不会为了 不是的 而是说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 本质上最终都有一颗良善的心 不管是儒家 性善的理论 基督教的上帝在每个人心中的理论 或者是佛教 众生皆有佛性 等等 这都是强调 每一个人有一个本质的善性 所以虽然泪不起 留俗众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本的本质的善性 我们应该努力去 开发它 揭露它 这个顺而成之 这个使得我们的善性 成长 茁壮 好 留俗通常是哪些 贤贫爱富 虚荣好胜 这些就是留俗 还损人利己 通常一个人 为什么会掉落在留俗里面 通常就是执着于眼前的好处 以及欲望的满足 作为一些我们不劳而获的事情 作为一些我们轻易取得的好处 我们对于那些事情留恋忘返 忘记了人生应该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付出贡献为社会服务 而是不愿意靠自己的努力 不愿意付出自己的服务 而只想直接享受现成的好处 那就会落雨流俗 等着下次就变成流氓 用粗暴的方式来取得 这个人云亦云 不上不下 凡夫俗子呢 那就生活在 这个羡慕有钱人 贤贫爱富 这样的到人长短 的生活格局里面 那就是留俗 人就要做有用的人 要做有用的人 首先就要立志 做有用的人 立志就是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你要在什么事情上有用呢 那一件事情你必须有专业的能力 你师父你开始培养自己的能力 我们现在就是在培养自己的能力 做个有用的人 不要做留俗的人 否则你以后的日常生活 绝对是活在 言不及意 说人长短 贤贫爱富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里 请注意 等而下之 就会变成粗暴的流氓行径 用威势来欺负别人 好 人们为什么要犯爱众人 人者稀啊 爱众人的人是很少的 那人为什么要爱众人 那答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 这个被爱中成长的 我们从小到大受到太多的照顾了 我们成长了 别人也需要成长 还有很多人老去了 已经老了 老人也需要我们照顾 所以呢 没有被照顾 老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安详终年 而老人是我们的长辈 是我们朋友的长辈 亲戚的长辈 所以我们应该要爱每一个人 好 果仁者人多味 言不悔色不媚 真正是一个由人得的品格的人呢 周到的人自然会对他有所敬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话不会言 他不因为你是长官 就只说你的好话 你有不对 会直接指责你 他不愿你是有权 有钱 有事的人 他对你就特别的客气 生怕得罪你 你有不对 他一样指责 所以叫言不悔色不媚 我们通常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 敢言 这个出生之毒啊 不畏虎 虽然他很恐怖很厉害 但是你还是敢言直言 那就是一个忍者 当然我们要懂得这个明哲保身 懂得不要伤害到自己 可是价值是非的分辨 还是要清清楚楚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忍者为什么会造成众人的敬畏 那就是因为他 忍者就是关爱所有的人的人 而不是只关爱自己的利益 如果只关爱自己的利益 就只要关心长官的私利就好了 所以呢就会对长官呢 这个屈服拍马屁 以取得眼前的利益 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关心所有的人 所以如果主管长官他的长官 做了一些伤害大众的事情 伤害团体的事情的话 他就会直言指责 虽然会让他自己受到伤害 可是长官也会怕 也会怕被这样的人指责 因此对于不好的事情 会直言指正 因此就造成别人的敬畏 好 在上位者施政的重点 当然是在照顾百姓 如果不是好好照顾百姓 反而以他的权势来要挟百姓 必须大家屈服于他 而且对他讨好 那这样的一个长官呢 在上位者呢 是不是施德 当然这就是施德 失去了应该有的品德 德性 儒家是强调为社会服务 做之君做之师 就要行仁政 行仁政就是做一些对百姓有利的政策 如果不是这样做 就不是仁者 那碰到仁者 碰到这种长官呢 这种主管呢 这种君王呢 就会指责他 所以仁仁敬畏 好 若有人对这些不好的长官直言不讳 且不惨媚 这种事情是不是应该做呢 是的 但是很可能会受伤害 好 那么挺住 加十倍的努力 因为对的事情 就是要有人能够坚持 好 能亲人无限好 得日进过日少 亲人就是为社会服务的心 希望社会变得更好的心 自己尽得修业努力成长 任何时刻有机会举手之劳 为周围的人提供服务 这样的人生呢 就是很健康的 人生是很愉快的 心情是很正常很健康很愉快的 你的这个面向会越来越好 你身体越来越健康 你的朋友越来越多 信任你的人越来越多 会给你拆事的人越来越多 你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的能力的进步越来越快 你会得到更多的社会的赞美 而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你要帮助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你能力也不断地提升了 所以人生的道路呢 越来越宽广 品德欲增人生就会愉美好吗 我刚刚就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 因为你心理健康 你身体也就健康了 身体健康 心理又健康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了 你的人生也就更健康起来 所以健康就是 你无需害羞 你无需说谎 你无需逃避 你永远理直气壮 你也不怕别人说你是非 因为那是别人的问题等等 人生的道路就更加的宽广 过失越少的人 人生就越美好吗 那道理是完全是一样的 人者的日常行义有什么原则标准吗 怎么样的人算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好人呢 关心社会大众的人者之人呢 那很简单 就是这个论语里面的标准 吉欲利而利人 吉欲达尔达人 吉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要服务社会 可是什么样的行为是 服务社会 而不是假公济私 表面上说为大众服务 其实都是自己中饱私囊 好处都自己拿去了 用什么标准呢 吉欲利而利人 吉欲达尔达人 吉所不欲 勿施于人 标准就在我们心中的道德的一把尺 不要以为能够骗尽了世人 别人的眼光也是很锐利 最后都会被戳破的 好 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 更是当下就被察觉了 好 不亲人无限害 小人近百事患 我们做事不守正道 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种种的伤害 我们周围有更多不好的朋友 来亲近我们 那么跟着我们 带领我们 一起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于是乎呢 我们整天都必须跟好人 为敌 哇 这很麻烦 好人 能力强的人 你都要跟他为敌 你整天都要跟 关爱你的人 躲猫猫捉迷藏 你的亲人 爱你 关心你 不忍心看你 为恶 但是你就不敢见他们 躲藏他们 或哪一天 你干脆用粗暴的口气 跟你的亲人讲话 狠狠地伤了他们的心 这样子 是不是把自己人生的路 都给切断掉了呢 不追求人德而生活 被乱者 对自己的人生 有无限的伤害 損友越来越多 人生的路 越走越离谱了 也许你觉得 你可以走得更远 因为你有更多的钱 可以挥霍这样 可是那些钱 挥霍的那些事情 使得你身体变糟糕了 使得你的心理变糟糕了 使得你的德性有亏 亲人伤心 那是更大的路吗 当然不是 好 小人群聚身边之后 这些人会做些什么事情 那就是跟小人一起做的事情 就是投机取巧 损人利己 放纵欲望 身心俱伤 什么东西你要的 都要靠自己实力去取得 实力是努力之后 才会有的实力 不要投机取表 不要诈述 骗术去取得 做任何事情 利人利己 甚至是利人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但绝对不要损人利己 那都是因为欲望过多 放纵欲望 结果身心都受到伤害 什么样的人的人生道路 是舒坦的呢 扎扎实实 脚踏实地 努力学习 服务大众 凡事以实力来获得 这样的人的人生呢 是非常舒坦的 好 什么样的道路是狭隘的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就有很多事情 很多行为 就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分 所以各位同学 少懒惰 该做的事情呢 不要放弃 自己的事情呢 不要依赖别人 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要讲实在的话 不要说谎 不要伤害别人 因为其结果就是伤害自己 好 最后一张 余力学文 这张就不需要说太多了 这个大家都很会读书嘛 而且也没时间了 只剩下两分钟 所以好 就先不说好了 那就上到这里 那么今天上的东西比较短 所以呢 这个 各位同学的 小组的讨论 材料少一些 那 还是进行小组的讨论 你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 最后一节 余力学文 我看我下星期再早一点时间 还是我利用这周的时间 我用录影的方式把它传上去好了 因为其实没有很多 东西很少 但原来已经下课 我也不好耽顾 各位同学上课的时间 这样好了 我就明天10月10日在家里 做一下功课这样子 然后把它讲完上传 所以各位同学 这周的这个小组讨论 还是把余力学文 也一并讨论 因为这里头东西就已经很少了 很简单了 我们有几个重点讲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下周呢 我们就把我们今天上的 以及余力学文这周 我上传的这个录影档案 作为你们小组讨论的材料 并且要教小组作业 然后下周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 好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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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